南投市一名无性男子清晨拨打1108案电话 向警方表示只已患有躁郁症 因近日未服药有自杀念头 在警方到场处理时 男子竟以车辆重撞巡逻车后逃逸 并沿途冲撞路旁车辆 索性经支援警力 破窗后将无难逮捕 为造成更大的伤害 本分局于18日上午6时23分 接后1108案 无性男子自称有躁郁症 且未服用药物有轻生意图 本分局严局前往协制物时 立即遭无险驾车正面冲撞 将行后车推起至日堂水沟 并预途冲撞严警后逃逸 经支援警力道场协速围捕 趁无险自撞电线杆无法动台时 立即以警棍及后车窗将其控制并排骨 前案以妨害公务公共危险 回水局伤害减罪侦办 无险经十字九策并无永久警醒 至于警车及民众平安路旁 遭拨及所在的车辆 将以法定办理求查 先议员Lancher指出 这次案件索性资源警力道场 为造成更大伤害 也借此能看见警员们 平时训练有数的成果 虽说此男子有精神障碍方面的疾病 但也强烈呼吁 必须要寻求正常的管道 来治疗或者抒发 而不是仿称报案 造成远警的疲劳奔波 最近南投派出所接获我们无性男子的报案 仿称是要自杀 所以我们的科业警员跟我们的李警员 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这个报案人 有意图要冲撞我们的远警 所幸资源的警察到现场 因为通常的训练有数 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一个伤害 那么我们的远警也及时将我们这一位 无性报案男子来做一个逮捕 我想这个报案男子本身就有一个精神障碍的毛病 我想有这样子的毛病 我们应该寻正常的管道来就医 而不是仿称报案 造成远警的一个疲劳奔波 也谢谢我们南投所的远警的辛苦 南投分局也表示 警方将一妨碍公务公共危险 毁损及伤害等罪诊办 令警用车辆及路旁遭破级民众车辆 损坏后续赔偿事宜 警方表示将一罚定程序办理求偿 记者雄军南投采访报道